大家好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五 我们继续分析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成为会员 货币供应量急剧缩减 美股的最强火力已经熄火了吗 近年以来大型科技股开启史诗级反弹 带动美股基准指数 标普白指数 迈入技术性牛市 年内涨幅超17% 一度实现1927年来最好的上半年表现 自10月阶段性低点以来 涨幅更是超过22% 尽管今日出现回调 但有着科技股风向标之称的 纳斯达克100指数仍涨近40% 然而随着推动美股上涨的资金量源头 货币供应量急剧缩减 加之美股估值已经处于高位 涨势似乎难以为继 今年年初曾精准预测到上半年 美股反弹趋势的S首席策略师 BB近日表示 标普白指数在2023年上半年经历史诗级反弹之后 到今年年底将与当前水平基本持平 主要因持续性的通胀令美联储维持高利率 他预计标普白指数将在2023年下半年 陷入横盘震荡整理 他预计年底将收于4400点左右 有着货币医生支撑的美国知名经济学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SH近日仅靠称 美股市场的投资者们过于自满 完全无视货币供应下滑的风险 这些投资者可能会被明年初的经济衰退打个措手不及 黑天鹅基金公司Universa Investments的涨舵者M.S近日表示 估值过高的美股南逃抛售浪潮 他警告称 美股估值以及政府债务水平过高 这场狂欢将以灾难告终 他强调巴菲特指标跃升至171% 就是美股估值过高的重要证据 经济学家汉克告诫投资者不要轻信软着陆的说法 这种说法暗示美联储可以再不拖累经济 或导致失业率飙升的情况下控制通胀 汉克曾为多个国家元首和财政部长提供经济政策建议 因此获得了货币医生的称号 软着陆思想的代表们往往会说 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 美股表现十分强劲 经济现在似乎运行良好 通胀正在下降 我们将实现软着陆 但我要说的是 我们还没有看到货币供应下降冲击到实体经济 由于通常的滞后性 我预计在2024年初将会看到 他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位经济学家指出 在新冠疫情高峰期 美国货币供应量在一年内增长了26% 但近几个月来一直在萎缩 他强调实体经济通常需要6到18个月的时间 才能感受到货币收缩带来的影响 在他看来 货币供应减少 加上美联储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 并可能进一步提高利率 预示着美国经济前景堪忧 货币是经济运转的燃料 而我们曾经有大量过剩的燃料 现在油箱里多余的燃料已经被抽干了 我们现在只能靠油烟了 别太期待美国经济软着陆 古根海姆CIO说 信贷市场将是下一个雷区 尽管华尔街对软着陆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美国知名资产管理公司 古根海姆合伙公司的首席投资官AW 仍持防御态度 据悉W管理者超过2250亿美元 他正重点投资于高质量债券 同时为信贷市场中质量较低的产品受到冲击 做好了准备 我认为市场还没有真正考虑到下一只要落地的靴子 那就是信贷 现在似乎没人考虑经济衰退 但我认为在目前这个时刻 这可能是一个错误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由于美联储可能长时间将利率保持在高位 评级下调 违约和破产的风险增加 信贷质量较低的借款者面临风险 高质量的信贷产品不太值得担心 他解释说 投资级债券的收益率超过5.5%是有吸引力的 在经济衰退中出现的利差扩大 不太可能对这一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他说 对于那些现在有现金 有能力还款的借款人和信贷接受者来说 他们将很好地度过这个周期 问题在于那些信誉较弱的公司 那些没有大量现金的公司 他们无法通过现金工具的再投资 来抵消这些更高的资本成本 他补充说 此外 他还看好美国政府债券 因为其收益率一直保持在相对稳定的交易区间 并为投资者提供了观望的机会 如果利差变得更具吸引力 他们可以在未来选择投资评级较低的信贷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可以采取防御和深思熟虑的态度 等待下一个机会 他说 说要关注商业地产的风险 他预计美国经济衰退将是一场滚动衰退 也就是说 经济的不同部分会受到冲击 而其他资本实力较强的部分则幸免 他还强调 市场尚未对商业房地产周期做出反应 在商业房地产周期中 借款人的杠杆成本仍然很高 一些租户也很脆弱 如果你是一家小型开发商 在郊区拥有几座小型写字楼 你现在要支付6%的债务利息 而突然之间 你的租户开始纷纷离开 那么你就遇到了问题 他补充说 他指出 他将在未来几个月密切评估消费者支出的健康状况 以确定政策收紧对经济产生影响的程度 他还表示 尽管周四的CPI数据意味着美联储可能会停止加息 但该行仍在通过缩小其资产费债表来进行紧缩 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加息 但QT仍在继续 不要忽视这一点 硬核测试 长期美债标售来了 30年期需求惨不忍睹 美债又崩了 本周最后一次美债拍卖结果惨淡 由于市场难以消化 美国国债再次承压 收益率重回升势 逆转了当日CPI数据发布后的下跌态势 美国财政部于当地时间8月10号周四 完成总规模230亿美元的30年期国债拍卖 得标利率为4.189% 创下2011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相比于美国东部时间周四下午1点的竞标截止时的4.175%的预售收益率 最终的得标利率4.189%有1.4个基点的差距 创下今年2月以来的最高 相比上次也及7月时的3.910%更是大幅飙升 本次标售的竞标倍数为2.42 为今年4月以来的最低 表明需求疲软 本次包括美联储和其他美国联邦政府实体在内的直接购买人 霍佩19.6% 一级交易商霍佩比例为12.5% 占比创2月以来最高 由于一级交易商必须在没有买家时全盘接纳 国债发行 避免流拍 所以这部分买家的高比例货配也体现了需求不佳 包括海外央行等官方机构及私人投资者在内的间接购买人 货配比率达到67.8% 创今年2月以来的新低 根据上周公布的再融资发债计划 本周美国财政部共标售了1030亿美元的美债 包括三年期、十年期和三十年期债券 从本周前几天更短期周线的美债标售来看 需求保持坚挺 本周三的380亿美元十年期美债标售得标利率虽然创下7个月新高 但海外间接购买者货配比为72.2% 创半年新高 远超前次标售占比67.7% 竞标倍数高于7月和近期均值 本周二的420亿美元三年期美债发售需求也表现强劲 本次30年期美债拍卖结果有些出人意料 市场一度预计周四的拍卖可以轻松完成 但结果是长期美债标售面临挑战 一级交易商货配比例大 真金白银参与度低迷 像30年期这种超长期美债通常会吸引特定的投资者 例如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 本次30年期美债发行规模 比5月份的上次发行的新债规模增加了20亿美元 考虑到美国政府面临的巨额赤字 市场预计相关规模在未来将进一步扩大 对于周四的30年期美债拍卖 财经金融博客Z点评说 由于预期未来一个季度美债供应规模恐怖 市场情绪相当谨慎 虽然天还没有塌下来 但本次拍卖结果显然是非常不理想的 其他一些市场人士指出 本次标售反映出夏季流动性疲软 由于当前较短期的美债收益率较高 保持短久期可以获得回报 还有可能的原因是投资者在8月去度假了 不能用一次结果说明问题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盘前大盘的表现 标普500指数微微的波动0.14% 我们看到多图的意图并不是十分的强烈 特别是在过去三个交易日多头多次受阻之后 那么今天的多头盘前表现的不是很强 那么今天在美东时间早上8点半将发布PPI的数据 不过对于PPI来说 美国制造业近几个月都是连续萎缩的 究竟它的通胀情况表现如何 这也不好说 那就目前来说我们的原油又在不断的向上反弹 所以这个通胀恢复一定的小幅温和的反弹 还是有可能的 那么对于这个大盘来说 我们应该怎样去期呢 想必市场的主要多头和空头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 对于我们这个频道的交易模式 我是希望看到这边下跌小距禅的右侧直接架构 再去做可能的多头波段的 那么如果今天只是反弹一天 还不足以支撑做多的这个架构 那如果今天是阴线呢 那就麻烦了 对吧 那对于多头来说 我们已经在高位多次提醒过 这个至少是波段化拐点的这个点位 对吧 包括很多个股也都出现了破位的情况 所以当前短线范围内至少要给出一个洗盘 这个洗盘的结束的止跌架构 目前还不清晰 所以对多头来说不急 而对于空头来说 他们希望持续的暴跌 那么现在市场上唱空的声音也很多 究竟会不会往下跌一点呢 看这个样子还是有点可能性 好 我们继续观察 那么对于科技股来说 你看盘前也是多头不敢猛烈的拉升 或者也是在等待今天对于PPI数据的一个博弈 那即便是今天是阳线 也不要着急 对吧 这是我们的 这是至少我的想法 说他如果今天跌破这根长长的上场趋势线怎么办 那多头有什么影响吗 多头我们不是卖掉了吗 高位 对不对 他跌的越深越好 这就是多头的想法 你看空头 他们做了空的 那他也高兴 那谁不高兴 那就是说持重仓的多头不高兴 好 这就是西洋长池 他需要经历的一个痛苦 一种模式 一种感受 这感受有可能 有好的 有不好的 这个自己去选择 那么对于小盘股呢 已经破位了 那么接下来也有可能谈一谈 毕竟下跌也反弹 下跌也反弹 纯这直勾勾下行的概率也有 但是咱们也是震荡下行 对吧 对于传统工业股大家要注意 那么他其实也是类似 他如果他跌破的话 多头就要进一步检查或者离场了 对吧 好 这是美股大盘 那么对于美债的收益率 30年期这个收益率还在上涨 所以越没人买 这个他的利率就越得高 那么10年期的也是在涨 其实越长期的也不行 因为现在不可控或者说不确定的风险太多 有人说美国经济很好 看从哪个角度去看了 好 我们看一些热门的标的 网友问迪士尼 迪士尼终于出现了突破的迹象 应不应该做多 在技术位上确实是应该去做多的 对吧 因为我们等了很久 把这一浪的下跌线突破上去 说他一定会涨 这咱们就不确定 不过有多头在这尝试着去想要逆转空头的这个态势 所以应该优先选择做多 对吧 要不然你为什么不下跌呢 而选择上行呢 是吧 有人说现在大盘不妙吧 大盘好的时候他也没涨啊 所以说有些个股 他没完全按照大盘的思路在走 是吧 可能啊 大盘就受到那几只 有限的股的驱动在上涨 是吧 而大部分股票 他都自己走自己的呢 好 这就是市场非常非常分化的一种啊 客观的现实啊 那么这个图在技术位上确实是应该选择做多 因为他磨叽了这么久 他也没有跌破这个地点 你说做空吧 这怎么做呢 他也不跌破 对吧 按照我们的定义呢 有对下跌渲转逆转的这种信号出现 应该优先选择 落下来直接做多啊 或者是直接做多 好 这是迪士尼 我们看一下88 88也是类似哈 那么在那些龙头股持续的往上拉高 甚至像苹果这样去创历史新高的过程中 很多股还都在底部震荡 因此呢 都是尝试做多的一个区域啊 好 这是88 那么对于之前涨过一大波的 如果有现在破位的 比如说Football 应该做检查或离场的处理 等待下一浪的大型的洗盘啊 或者是啊 怎么样的一个洗盘 那么做这整体呢 就算是第一大浪了 那第二浪还是要给 看着眼儿吧 然后再等做第三浪就可以了 一波一波的做吧 刚才啊 这个新闻中有一个说啊 今年可能接下来的市场是震荡式 那大盘都是震荡式的话 那这些个伙更是震荡了 对吧 或者说是分化 分化才导致大盘涨到一定分上就得跌下来 所以做波段交易是比较好的 那种直勾勾的行情 其实还是做波段比较好 一破位就卖啊 然后等待下一波 是吧 做波段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现在这个行情 啊 那么昨天也提到了这个shop shop我们和半导体行业和这个NVDA什么的 都是类似的逻辑啊 跌破这个收敛的先行啊 就应该卖 对吧 跌破这根更长的趋势线就应该彻底离场 那么现在呢 我们应该等待这波下跌的彻底的右侧直跌架构 你要提防他进一步下行的可能性啊 那么在下跌过程中也有一些小反弹 因此他务必要给出二次参底的这种测试啊 否则啊 就不安稳 对吧 不确定他是否会能止跌 有人说这不就有支撑区了吗 支撑区怎么了呀 那么他原来还是阻力区了 也突上去了 那他就不能作为支撑区被砸下来 所以呢 市场是怎么变都有可能的哈 唯一不变的是我们的交易模式 等待下跌虚然的小右侧的更高指跌架构啊 再去做 呃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啊 想必特斯拉昨天的多头也是感觉到啊 不舒服哈 毕竟啊 这个上午盘往上走了一走 感觉哎呀 多头要回来了 结果是吧 到啊 午盘 包括下午盘的时候 稍微震一震就弄下来了 啊 那么全天啊 这个涨幅并不大哈 那么今天盘前也是啊 多头没有意图去拉高高哈 不管今天会怎么样吧 反正啊 这个右侧的架构还没有给出啊 继续等待 最是新的一轮的多头啊 那么上一本多头 有人说在这朝底那些 你现在后悔了吧 说让你慢一点 不要急 你看 这咱也不是事后数啊 咱们是事前就告诉你 你先不要等这么一两根k线的时候 就去朝底 你多等一等 再去慢慢的买 是吧 他如果再跌一下呢 跌到这个长线去线上的 不是说没可能啊 只要可能的一些位置 他分布的概率都是有的 你得考虑到 他分布的概率有 并不代表他一定不会跌到那 他相反 他这有可能往下跌一点啊 或者是横盘震荡震荡震荡 测试到这根上的趋势线上 是吧 这样 或者是深跌都是有可能 那么跌破的概率也是有 但目前来说先不假设跌破哈 好 这是特斯拉 对他的预期呢 手速要慢一点 你忘了之前咱们怎么做的哈 就是一点一点的买 然后啊 涨一大波 卖 然后再 再等下跌过程中 再一点一点的 对吧 他跌深了 你也不怕 就是一点一点的 你要是直接 我记得这一天就有人说 啊 我要在这摸全头抄底 那如果再跌到二百 那你岂不是就又吐了六十块钱的 五六十块钱的空间 是吧 而我们慢一点买五六十块钱 都可以多赚起来 对不对 你不要觉得五六块钱 五六十块钱少哈 他总共才多少钱呢 是吧 总共才三百还不到 跌个五六十七八十是吧 跌到跌个八十块钱 那不少呢 你买一股可以多赚八十块呢 未来 好 网友问 PayPal PayPal呢 他本质上是底部反转形态的一个突破 但是回踩又踩了回来 所以呢 这种反转架构呢 实际上也不要太过悲观哈 不要太过悲观 毕竟他还是有一些反转的迹象啊 你看 从陡峭的趋势变到相对平缓的下跌趋势 然后呢 有多头去逆转这种啊 正到小下行的这种态势 但好在 但不好的点就是他还没有真正的逆转啊 他需要持续的止跌阳线才行 对吧 好 再观察一下 也不要太过害怕 毕竟嘛 他的风险比那些高高在上的图要小很多 他还处在相对低的区间范围内 是吧 是吧 比如说低下底下可以有底 那倒是啊 那倒是 所以多头的极限止损放在59 好 那么没有进场多头应该继续观察 更强劲的止跌架构 同时简单配合一下指标啊 那如果能形成金叉是最好的 呃 那对于台积电来说呢 也是类似啊 我们没有等到下跌小区上的右侧架构 对吧 应该继续观察 那么今天盘前也微微的下跌啊 ostk这个图 各位卖吧 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啊 那么这是属于一个非常陡峭的浪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下跌浪或者叫回车浪 我们继续预期就行了 比如说为什么不一直止勾勾的 那大盘子不走了 盖骨的倾向也不走了 就这意思 那么 它跌下来你卖了 然后跌到更深的位置 可以多赚一截的 对不对 等待直接架构就行了 脑子要灵活 好 这是 isck 其他的图 我们看一下传统的这个游轮 游轮骨目前是在洗盘了吧 那大家要提防啊 用下深跌的可能性 你的 其实破位之后就应该离场 等待这根下跌圈的右侧 那如果在深跌呢 就等待这根 更多下跌圈的右侧 再去多多了 对吧 它有可能横盘像这种啊 无需震荡一下 洗盘继续洗 或者是 怕他肯定跌一波啊 好 我们看一下亚马逊 亚马逊呢 要提防他 持续大阴线的一种可能性 当然他现在还没有破掉 我们的长线趋势线啊 那这就是市场比较分化的一个点啊 对吧 有的图还在上边 有的图已经跌破了 不能千篇一律 这样的话 未来市场还是非常分化啊 适合做波段交易 我们感受一下T3Q T3Q其实已经破下来了吧 画好小趋势线就可以了 微软呢 微软早就破位了 你看多么的分化啊 亚马逊在上边 他在下边 所以这一波下跌到哪指地 还不知道啊 在等 Meta呢 没有多头吧 或者说啊 有一种啊 跌破 然后反弹测试的感觉 看今天是不是大阴线往下来啊 反正MACD是个死场啊 破位点应该是卖出点啊 画好一根下跌趋势线 嗯 苹果就不说了 苹果呢 即便弹起来 先当做下跌过程度的反弹 英伟达呢 英伟达多头也不是很强啊 那么属于震荡下行的一种态势啊 木头姐呢 木头姐又要回撤了 回撤了 一波一波一波的做吧 半导题也是下落哈 下落 正在下落 呃 其他的图呢 我们看下福特 福特还在下落啊 波段交易非常适合啊 好 我们今天呢 先说这么多 排后呢 我们继续复排哈 变化的情况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 再见 再见 大家看